白云故乡 哎 好久没听了 群山浮在海上 白云弥漫山旁 曾云的后面 便是我的故乡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只是一个私募的工作人员 还有负责准备道具而已 可是你能够把那个演员的台词 背得那么少啊 没机会演出 顾个盖音总行吧 让您见笑了 那可未必哦 说不定哪一天薄露出现 你就有机会登场演出啊 对了 您老每天早晨在您家院子里 那棵树底下干什么呢 练练嘴 啃树 对 不不不 这我啃那玩儿干什么 您不是说练练嘴吗 那是因为我们说相声的 是靠嘴吃饭的 我们这些不说相声的 都是用鼻子吃饭是吧 这这不是太刚了 你那个右手啊 宗旨下面第三节啊 曾经被大哥打伤了 后来因为细菌感染发炎呢 还到医院去治疗呢 来来来 你把右手伸出来 我只给你看 你看啊 这边这边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有个刀疤 那我也有 你跟我说 你一定回去看娘对吧 你有看到娘吗 她老人家怎么样 身体好不好 我是回去看她的 当年娘送我上船去苏州的时候 我就是走着这条路 如今真是老路依旧 人世全非啊 虽然才短短的几个小时 可是我 我却足足等了四十年 四十年了 想家吗 你想让家里的人能看一定的远处 尤其是给娘看 是啊 我真的很想让我娘看看 我现在过得很好 不再是以前那个不懂事的孩子 不再让她操心 这个时候 气底小啊 船要开啊 催促我赶紧上船 于是我就匆匆上船了 等等 等等 娘不是在你后里喊着 还跟你说些话吗 娘记不记得 娘最后跟你说些什么 快想想 快告诉我 不要说 好好照顾自己 好好照顾自己 好好照顾自己